都说内裤未穿法力无边 我派总用来整活了 这次派总编身派大潮 成了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小绵刚刚去上班 一开门 哭的来了你派总多门而入 鼻涕一把了一把的 说啥也不想小绵去上班 因为派总没工作 小绵上班了 他可就太无聊了 咱讲话了 不行你也经常打工呗 你得干点啥 祖宗不躺着要去笑啊 你派总满脑瓜的都是荒野大沙漠 小绵一看点 可不能跟虎蹦都咋是耗了 让派总好好想想这儿啥事干 你派总一直三十会儿 邦一下子跟到吴瓜顶想漏的 死了半天 你这海星是冲气的呀 无聊的派总看起了电视 突然海超人和大量有钱的动画吸引了他 瞬间派总就有目标了 那就是当海底的超级英雄啊 开始了大变装 裤衩衩的一滴的都只卡帮 三脚楼的外穿 那是谁也不爱 在记忆上累得绑绑紧的神奇腰带 拿甜头做成默奔 最后又换上镜 我身上显了个屁 超级英雄派大潮就诞生了 他发誓要守护笔记堡所有居民 第一站派总就来到了谢宝王 也不知道今天咋的呢 一个客人都没有 正常没声音的谢老板 你看怎么老顾客来的嘛 派大星先找到了工作 变成超人 成了万众瞩目的超级英雄 可所有英雄的开度 那注定十分骨涉 派总这身内裤外穿的打扮 遭到谢老板和老张的疯狂嘲笑 这又出撒洋相的铁子 派总多少沾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人家俩学霸 这俩人家互相激仗的 派总突然冒出了 结果给派总两个大逼一刀 撒河河的非得说他们再打架 之后谢老板好不容易做个好事 帮老管拿东西过马路 结果一张掉在地上的钞票 写了老谢的注意 顾头不顾定的 你自己过道不老毕等 留下老管独自卡在了十字路口 钞票一路飞到了派总脚下 正当谢老板准备回手套的时候 正义花神派大潮制止了他 非说谢老板是小偷 现在这钱 逼得留在这里才行 老谢存存无语 只能眼巴的看着钞票 被后撵上的老款剪走了 这一拨派大潮 插控性有劲 本来这垃圾堆给炫饭的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你看 这不来活了吗 不着急不着慌的 把嘴边奶油吃掉 赶紧飞到案发现场 怕你怎么赶到后 二话不说把泡夫老师给抓起来 好你个小寡婚 给这嘎嘎偷船呢 邪恶的肮脏泡泡 再次出现在比奇堡 还把小小年吃进肚里 和派大潮展开激烈交战 你觉得谁能赢呢 法夫老师 其实是在帮困在船里的学生 可派脑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不一会儿阿瑟赶来 看到派大潮留在纸条 这不存存就是主吗 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抓走了 接往那顾客 也对派大潮一度的怨言 一整的炫他们的食物和饮料 说里头藏了邪恶阴谋 我派脑那可真是个狠言 拿肚囊擦地板 囊囊蹭上全是木刺 还一脸神秘的 拿着一张小纸条 说蟹宝王里藏着个大灰蛋 并且开始在蟹宝王里 挨个耗顾客的脸皮 嚼他们里面 肯定有人是假扮的 蟹宝不干了 拉着派档就准备给他蹦出去 各派档却死死 耗着个老狂的脑瓜皮 三人僵持之际 脸竟然真的被拽下来 随后邪恶泡泡钻了出来 派档却强装淡定 做一板凳没一个打准的 一招击把小兵蹦了出去 还使出了嘎鱼窝最全攻击 正当邪恶泡泡准备反击的时候 太早看地上我个美味些宝 点到还有一决定 正好把邪恶泡泡砸漏了 怪就怪 放屁砸脚跟点寸 这俩送客 观音走好